今天星期六天氣超好 我們要前往ALOFT屋底音樂節 我們是今天演出的團體 我們車號有給你 現在抵達了ALOFT 我們的演出其實是在今天晚上 那現在是下午1點左右 我們要先來彩排 然後今天的休息室是房間 那房卡不會在我這裡 旁邊是一個 那可以挑用心靈體體驗出來 應該是可以吧 但用心靈體很溫暖 對 它完全可以開你 屋底是第一次來的 第一次 第一次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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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今天我們演出的地方呢 是17樓的室內場地 覺得還蠻幸運的 因為頂樓呢是戶外 那我們的器材如果在戶外的話 應該會很容易的就要太熱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在室內演出 不錯 好 現在有一個有趣的事件呢 就是我們現場要進行換喇叭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呢 我們的音樂 算是很多重低音的音樂 所以現場的喇叭 目前是沒有太多的重低音 所以為了我們能夠完整呈現 我們今天想要表演給大家的音樂 所以 跟主辦單位協調之後呢 我們決定 把現場喇叭更換成有重低音的喇叭 有了這個喇叭 好很多的 彩排 彩排順利結束了 我們現在要去尋找食物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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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在這邊睡個午覺什麼之類的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2點15分 那我們的演出時間呢是晚上的6點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出去覓食 這種下午的彩排的時候就很尷尬 因為你該吃還是不該吃 所以現在去吃 所以現在去吃東西 天啊 剛才室內有冷氣超舒服 然後外面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剛才一開始出門的時候 不是在講說今天天氣很好嗎 其實根本就是最近每一天天氣都超好 破熱 於是我們決定找 看到最近的一家店 冷氣很涼耶 我們還是在現場吃好了 你們要不要吃的話 你們要不要吃吧 你們要吃什麼 你們要吃東西 你們要吃東西 好吃喔 超好吃的 你怎麼覺得跟我上次去加義油加鍋加雞肉飯可以PK 超好吃的 我们现在回到房间里面了 这个礼拜呢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做说我们的新歌了 然后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 去寻找一些灵感 然后构思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也顺便看看说 想想我们的歌词MV要拍什么 就是我们原本的计划是新歌会在8月底释出 那我们其实为什么这个礼拜就开始在干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大家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电台上面听到我们的新歌 电台的首播它需要一些缓冲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8月中之前要把歌交给他们 当中我们其实也已经开始录了一些旋律 然后录了一些demo 试唱 写歌词等等 但是当中也是这个礼拜也是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像是前几天 我们的朋友Pia 她就有来到我们工作室 Pia 你应该记得她 就是我们在 是去上海吗 还是去云南 云南 去云南的时候 然后她就是吉他找不到的那一位 然后结果她从我们工作室离开之后的隔天 她就得了盲场 其实我们也有点吓到 然后在这边就是祝福她可以早日康复 好 其实我们这样晃着晃着时间也过很快 所以我现在决定要用剩下的时间来休息一下 准备今天晚上的演出了 我们现在在顶头舞台区 这边呢也有沙发让大家很感兴趣的 喝酒休息 然后可以听音乐 我觉得是夏季的一个享受 因为幸好坚定 我们风也还算满凉 我们抵达了演出的会场 那准备换我们演出的时间啰 我们现在是坐在舞台后面的地上 因为原定是6点15分开始 然后我们现在比原定计划 Delay了10分钟 所以我们就先躲在这边10分钟 海浪风筝小街道和曙光 我像顽皮的毛总还想 淡一点天光 回忆厨房小客厅和拥抱 那接下来就很明显了 我们要登场的 谢谢我们的原子方黎雅 对啊 走在外面熟悉的路上 却没有你在身旁 现在在这个很梦幻的17楼演出完了 然后现在感觉蛮特别的 因为刚天还没暗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山 然后现在一路呢 天就慢慢黑了 感觉真的有越来越棒 现在你好吗 还会想念我吗 每当月亮映照着忧伤 我只想再和你说 所以十四号会教的吗 是叫的demo吗 然後還在交測